普特盲隊渦輪增壓 現在要進行改裝的是 這個X-POWER加大版的當派 以及美國AEM的空欄筆錶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那個容物 那這個錶頭是52mm的空欄筆錶 套件的部分內含 線阻 這是連接這個含氧感知器 另外這個是電源的線阻 以及焊接接口 還有這個熱縮套的部分 以及含氧感知器 這種是屬於寬域型 注意看它的這個插頭的部分 是6X和6PIN的 含氧感知器 再來這是安裝的說明書 以及商標貼紙 關門ب橘子 又是屬於寬域型 那這個 現在當派以及錶頭的工程都已經完畢 我們先為開啟店門前先看一下 這個有渦輪錶還有此次另外追加 剛剛才追加的這個機油溫度 溫度錶還有收藻提到的AEM的空冷筆錶 我們先來開啟紅火 開啟店門現在看到目前正在加熱 太陽感知器目前正在加熱 必須等到開紅火加熱完畢之後 再行啟動引擎 這個是因為含氧感知器本身 需要先加熱到一定程度再發動 這樣才能延長你含氧感知器它本身的壽命 再來油溫機油溫度 機油溫度它的度數是由50度開始跑 所以它溫度上還會比較慢 踩煞車發動引擎 現在冷車的狀態 會有油溫度你搭來的 是 簽車能充滿